我们现在位在中山区的林森北路上 我们所在林森北路的这一段 是位在长春路跟民森东路中间这一块 刚看到左手边是我们的前柜 林森北前柜 今天要看的房子是位于 这林森北路上的一栋套房型的产品 叫做台北金宴 北京的金宴会的宴 它是全天候管理的一个社区型的套房 我们现在面对我们一楼的lobby 在右手边的小门是我们的垃圾处理区 我们是一个14楼的全天候管理的大楼 随着大门推进来 我们可以看到右手边是我们的管理区 一层规划8户共用两部电梯 今天我们没有帮大家拍小工梯间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进来房子室内 大概简单看一下我们的格局 目前我们没有做房间的规划 包含我们的衣柜跟鞋柜都是可移动式的设计 首先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卫于的部分 目前是规划一个干湿分离的领域间 那包含我们的洗衣机呢 也是放置在我们的领域间的旁边 接下来我们把镜头移出我们的卫浴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镜头的左手边 分别是我们的双人床主 以及中间的厨具的部分 特别说明一下 我们大楼没有天然瓦斯 所以是使用卤数炉的方式 另外在右手边呢 那边有一小块大概约0.4平左右的 这个面积呢它原始是阳台的位置 我现在用红色箭头把它标示起来 这边已经外推变成我们室内的空间 那最后特别要注意的是我们房子的窗景的朝向 我们刚刚在厨具上方的窗户呢 我们有用木板把它封起来 那目前我们看出去的这边的窗景呢 是朝向北侧 右手边的这栋大楼呢是千金样 跟灵动的洞距目测大概约7米左右 最后呢我们再把我们的镜头移回来室内 大家可以比较了解整个室内的隔间 另外在公社的部分呢 我们B2呢有交移厅跟撞球间 但比较少人做使用 另外大楼的车位呢是采用塔式车位的设计 他们有给都都房做成租 那目前呢一个月的租金大概约3000块不等 以上 优优独播剧场—— resonate